說它的這個金貴 如果沒有用肌肥的威 要種多久才可以用 包括這個肥的死肌 素理要用多久可能幾次 這問題他們的營養大概是多少 嗯 這個肥的用量 我們一般通常是很難去講一個這個吸管 當然就是說大概有一個 大家的基本 在操作的用法 所以可能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在用的就給你做一下 但是有時候在營養的時候 並說你營養的是這個西洋南瓜 還是說像我們當然這陣子在問阿波 還是跟你當作你說的是這個中國南瓜 就是說我們比較適合這個傳統 這個中國南瓜的這個部分 這樣來做一下這個回答 因為這兩項基本上在這個肥粉的一個操作 就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這個不一樣的 所以這 我們一開始先跟你說好事 就是說阿波阿所說的 這應該是都比較適合這個中國南瓜 中國南瓜 因為中國南瓜的這個這個 這種三樓都比較高 但是當然你有比較難吃 這個環境的東西都是這樣 沒有人說每一項都要做 沒有那種得力 所以這個我們一開始的 有時候來跟他玩 有時候很多東西 必須要在一開始先跟他界定 界定清楚 就是說我先跟他講好事 這樣比較不會讓火氣 像我們在種金瓜 就是說一定就是要把粉開 粉是西洋南瓜還是中國南瓜 所以這個環境就是直接吃 好 這個中國南瓜 我們一般在種的時候 就是說金瓜比較重 所以有時候我們有時候 就是很多 大概都會去打肥底 我們現在說的是沒有打肥底 我們聽證明沒有打肥底 打肥底五盒子 三十九盒子 四十三盒子 都有人會看大家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疾患 這個在這裡就沒有說去 因為你沒有打肥底 所以 剛開始我們在用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一分底 一分底 一水金鍵起來 差不多要三包 就是說 如果是一分底 差不多要三包的肥 這個 有一個這個量 就是說 你這個量來說 有一個一定的這個 所以 還可能是 差不多三包 三包的這個量 但是就是說 這是一個量紀錄 你不可以說 一定就是一個 但是就是說 通常我們這個 種下去之後 他現在 如果是摸起來 算他已經 已經掉了多久了 這樣 不要太早 所以你種下去 通常就是說 等於有在 穿心 有在走的時候 我們補補了 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個 有的人是用一盒 有的人是用這個 就熟 他把他的頭 八九百倍 用很薄的 薄薄 大概八百倍 為什麼 因為薄薄 讓他吃一下 算讓他吃一下 所以我都會建議 你稍微下一個 一盒 這樣可能是比較好 還是說 整個 整個 你總是下一個五盒 這樣 所以大概就是 下一個五盒 讓你稍微 用一下 這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 一個 現在來的 但 他很大 所以 差不多到他 挖起來 一邊 差不多 三禮拜 兩三禮拜 他有挖起來 你再放一盒 五盒 放一盒 這盒是多少 一盒就是說 頭可能一分底是20公斤 其實說20公斤是沒有 絕對沒有人這樣熱 很多人都一包就好了 今天一包很快熱 要熱半包 因為我們台灣肥療症 所以你還是 有人說阿婆 你空隱 你都說肥療症 肥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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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比起來 事實上我們的肥療 我們的肥療 我們真的沒有比人家貴 所以 這是這樣 所以可能就是說 在這裡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肥療症 現在來就是 到他開始 現在有在肥療症 這樣就好了 剛開始他看肥療症 到他現在有開肥療症 開肥療症 開肥療症 在肥療症 那時候 你能夠 剛才到達肥療症 你把肥療症 一片四盒 四盒 四盒就是 原來都半包來熱就好了 開始 那段時間 就過三禮拜 所以他的肥療症 有幾個粒 差不多 兩粒三粒 這樣不一定 然後 這個肥療症 還要熱 有的人是 43個肥療症 這也是 一種的一個方式 這 也沒辦法說 什麼 不對 我是覺得應該要四盒 他現在狂窄 開始 已經有狂窄 個理都看得到 你那時候 到一點五盒 還是一盒也沒關係 一般是五盒 過了 我們落一盒 比較沖漲 比較難控制 所以 通常就是 要把他 趕一下 他通常就比較厚 所以 大概是這種 所以 通常就是 在狂窄 一兩粒 過了 那時候 比較認真 這樣 那時候 一分塊要落一包 是差不多 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 讓他 稍微吃一下 讓他稍微吃一下 讓他稍微大一下 這大概是這樣 現在到買期 那時候 看特定 很行 最好是 不要再落一盒 還是 一般是 很少人落一盒 所以 五盒 到買了 你就落四盒 這得手 我們來操縱 起來 這櫃 有重量 還有 兩粒頭 又如何有膠 這很難說 但是 你稍微擦一下 當時要落幾瓶 這樣 有的人說 到底這是要落幾瓶 還是怎樣 這有時候很難說 你想要落 的時候 你也不敢去 怕去檢查 所以 這個要注意一下 所以 金櫃 很會吃肥 所以我們常常一直在說 金櫃很會吃肥 所以我們就多熱 這樣 其實是不對 這不是不對 你如果 正經你如果想要落太多 很難說 他有可能 就 轉 因為他很會吃肥 所以 一直推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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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他到 太過頭 走去的時候 已經過頭去走 但你看到 跨頭這麼行走 的時候 已經就不會有了 所以我們通常櫃子 櫃子 在種的時候 人家有一個櫃子 都是一樣 剛開始不用走 太過頭 但是當然 不能太過頭 不能說什麼都沒有 這樣 這樣也不好 所以就讓他 稍微 稍微 一點肥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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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罐頭 灌一下 水肥 五百到八百倍 稍微 吃一下 這樣起來 很快 很快 他就能看到 他可以 大料還不錯 這最重要 因為你賣錢賣 你賣錢賣 你賣錢賣 你用到 很多時候 簡單來說 你賣錢賣 你賣錢賣 他 通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 他很高 你不可以看 花西圓 等給你看 所以 這部分 我們先來 他注意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大概是 一種情形 提供給你 稍微 做一個參考